一口咬下油条酥酥脆脆 吃起来口感很有嚼劲 还有水产类食材 像是海蛇皮非常Q弹 但其实里头添加韩铝的食品添加物 也就是俗称的名凡 像我们铝锅它也是会自堵 对啊 尽量都避免 很少吃啊 当然是会怕 也没办法 担心吃多了韩铝食物影响健康 卫福部参考欧盟等国际标准 订定五大类食品标准 以添加硫酸铝甲为限 海蛇皮等水产加工品 及海带限量500ppm 油条松饼等油炸膨胀食品 限量300ppm 腌渍蔬菜200ppm 其他糕饼食品限量40ppm 若违反开罚3万到300万元 最快三月中实施 世界卫生组织有把铝的那个ADI 就是每日容许的摄入量 从原来的每公斤体重7毫克 调到2毫克 那在我们脑部的话 它容易造成一些脑部的伤害 比如说脑部的退化 或者一些神经传导的一个伤害 所以在老人痴呆啊 或者这一部分 会造成一些比较长期的一个影响 不想再将过量寒吕食物吃下肚 医食建议 剩功能不好的人少吃 民众爱吃这类食物的 也不要吃多 更不要忘记多喝水 帮助排出降低健康风险 记者综合报道